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之兰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妹妹TMZ在7号深夜 突然曝光了格林和普尔打架的视频 从视频画面中来看 当时普尔站在底下位置 而格林冲着普尔走来 嘴里嘟嘟当当说着什么 随后当两人贴在一起时 普尔推了格林一把 格林抡起自己的右手 一记凶狠地勾拳直冲普尔面门 普尔瞬间被击倒在地 这真是只有在拳击比赛中才能出现的画面 不客气地讲 这绝对是下汗手了 这绝对不是作为队友应该出现的正常行为 在视频出炉后 很多媒体人指责曝光视频的人 媒体风评一边倒指责格林 而普尔作为受害者 得到了包括护理 管理层 科尔的力挺 看起来未来这两人的走向已经确定 但是外界包括勇士管理层 普遍忽略了一人的存在 那就是维基斯 首先 勇勇士所以对记者斯拉特得到的内部消息来看 原本格林预计会参加当地时间8号的全队训练 但是随着视频的外露 加剧了目前的紧张局势 这拳确实很重 庆幸的是普尔没有大碍 在普尔被格林拳击后 普尔甚至还进行了加练 看起来他的状态不错 还和训练师有说有笑 但有一点值得注意 这一次和当初格林杜兰特吵架完全不一样 当初杜兰特被格林嘲讽漫漫 勇士选择大事化小小事化疗 格林只是被计赛一场 罚款12万美元 说到底 杜兰特是空降勇士 虽然实力位列联盟前三 但是没有根基 普尔作为勇士自己培养的球员 成长轨迹清晰可见 他是被认定为勇士未来的栋梁 是勇士后水花兄弟时代的领袖 格林拿什么和他相比 聊一个根本性话题 格林之所以会对普尔大打出手 是因为普尔是格林未来续约勇士的最大敌人之一 你当我挣钱了 那你别想好过 普尔可以和勇士在18号之前提前续约 也可以在名下市水自由市场 勇士想留普尔就要匹配对应的合同 最多可能要掏出1.4亿美元 勇士想留住普尔 就这两条路可走 而在明年夏天 格林有机会跳出球员选项 他希望和勇士在今夏提前完成 4年1.38亿美元的续约合同 但是勇士并不愿意给 与此同时 他有一个会影响普尔和格林命运的人 那就是维基斯 维基斯本赛季的合同为3300万美元 作为季下总决赛表现仅次于库里的球员 维基斯绝对有资格拿顶心 对一万步来说 即便不是顶心 维基斯得到一份现有合同基础上 略为加价的合同 没问题吧 对于勇士来说 问题很大 23-24赛季 库里5091万美元 看来4322万美元 如果选择执行怀斯曼 库明加 目的等人的球员选项 加上卢尼 这几个人合同加起来 就已经达到1.3亿美元 如果勇士满足普尔达到西罗级别的薪资 待遇4年1.2亿美元 满足维基斯在现有合同基础上 略为加价的合同 不求4年1.8亿美元 哪怕是1.6亿美元标准 如果再满足格林的顶心续约要求 那勇士在23-24赛季 算上工资和奢侈税 要突破6亿级别的门槛 这足以养活三支季后赛 甚至分区半决赛级别的球队 勇士在挣钱 但老板拉格布绝对不是慈善家 何况用总经理麦尔斯的话说 4亿美元就已经是上线了 格林对普尔拳脚相加 基本上宣判了格林的命运 但最大赢家可能是维金斯 在过去一个赛季中 维金斯常规赛场均17.2分加4.5篮板加2.2助攻 季后赛场均16.5分加7.5篮板 打独星虾完美限制东泄棋 总决赛打开尔特人 将塔图姆打得完全找不找呗 彻底暴露了技术短板缺陷 维金斯就是勇士夺冠路上 表现第二好的球员 稳定时气氛的进攻贡献 防守篮板已经是联盟顶地水准 勇士之所以没有在今下提前续约维金斯 就是希望看看维金斯新赛季的状态 存在和李亚家的可能性 同时也是施压维金斯要保持上赛季的表现水准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一旦维金斯离开勇士 他一定不去下架 不去愿意为他奉上顶新级别的球队 勇士名下面临的就是三选二的难题 普尔 格林 维金斯最多留两个 保持总薪资控制在两亿美元左右 而格林拳打普尔 彻底封锁了自己的后路 当他想尝试一下普尔在球队管理层 和队员心中的重要性时 当格林想看看自己在球队的真正地位时 我相信对普尔那一拳没有留情 而之前格林大婚典礼 普尔是少数没有参加的勇士球员之一 奈尔斯公开批评格林 科尔力听普尔 库里虽然有霍悉尼的感觉 但是他也在强调 他不会让团队陷入崩困 普尔意味着勇士的未来 维金斯意味着勇士风险不可替代的唯一人选 那格林只剩下躺在功劳部上装傻 其实处理格林打架事件 真的没那么复杂 格林在过去三年装疯卖傻 以老卖老 各种不适宜的言论大放厥词 库里是要负一定责任的 他作为一名温和派领袖 其实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格林是那种变本加烈的球员 甚至会站在科尔头上放肆 与其痛苦且尴尬地合作下去 倒不如提前做出决定 勇士一定会特别尊重库里的态度 如果库里真的站在普尔这一边 那勇士管理层不会有任何负担 他们会努力促成格林尽快离开 韦金斯和普尔留在勇士基本成定局 如果库里继续容忍格林作威作福 那受伤的肯定不只是普尔 可能新赛季韦金斯也要遭殃 我现在只期待勇士对格林的惩罚措施 到底是什么 普尔和韦金斯 他们值得勇士全力留下 而此次视频的曝光 也让这一事件的热度再次升级 不少球员和圈内人士纷纷发表见解 前NBA球星雷吉米勒感慨到 追梦和普尔的视频泄露了 那是一个内部视频 伙计 这些人最好受到应有的惩罚 你们都是世界冠军 但其中有一个泄密者 明记斯大尔也表示 NBA意识上像追梦这样的挥拳 发生过至少100次 包括敲丹击打队友史蒂夫科尔 但此前冲突的视频从未外泄 因此这时是勇士队员从未遇见过的 前勇士邱元韦斯克写道 不管是谁泄露了这个视频 必须得辞退 还有球迷文一哥达拉 谁泄露的训练视频 一哥达拉的回复是 哪些人 至于那些人是谁 他并没有说明 尼克斯·邱威夫尼也评论道 挨了这么一拳后 这两人之间不可能再成为队友了 前勇士邱元艾泽利写道 大家总是会发声的 在训练中会发声 在比赛中会发声 一直夺冠球队 绝不可能一点冲突也没有 这种事总是会发生 不要反应过度 如果是我的话 我一定要回奏他一拳才能挽回这段关系 老鹰球星克雷扬在前吃瓜 他写道 追梦想去洛杉矶了 该死 小托马斯写道 如果那个人是你兄弟 那你就不会用一拳来回应 尤其是在你已经推了他之后 但我也没有在现场 也没有听到他们说了什么才引发冲突 所以我不再做评论 真该死 鸣嘴帕金斯再设没让写道 这个事件除了是个愚蠢的举动外 追梦需要知道他这个行为对普尔 球队和自己都做了些什么 领导力不仅仅是让队友负起责任 你也要检查一下自己 鸣嘴斯蒂芬杰克逊也表示 根本没有理由对年轻人去挥拳打人 我昨天就和追梦说过了 他必须出面解决和普尔的这件事情 因为这事他根本就没什么好处 他必须要像一个大哥一样去找到 并告诉自己的小兄弟 对不起我情绪失控啊 你永远都不能对自己的小兄弟下手 还是在训练中 在这么多队友们面前 你怎么能这么干 我从没干过这种事 追梦普尔冲突视频曝光后 事件进一步发酱 有不少人艾特·波蒂斯 当年卡和队友米罗蒂奇 也曾经在训练中大大出烧 波蒂斯晒出了OJ的报道截图 并表示 我因为正当防卫然后被禁赛了八场比赛 我觉得吧 追梦和普尔这事应该不太一样吧 别再扯我的名字了 明镜Mark Spears在节目中谈到了 追梦与普尔的冲突一事 Spears表示 我听闻勇士队内有两名球员在冲突发生后 在幕后努力让球队重新团结起来 这两名球员就是伊格达拉和卢尼 伊格达拉38岁了 准备在联盟征战第19个赛季 他的角色就如热火的哈斯勒姆一样 他发推来维护追梦和普尔两人 展现了他对球队的支持 尝试让球队重新团结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 卢尼和普尔都是来自密尔沃基的人 他们俩之间的关系非常好 卢尼是个安静的人 但当他说话时 人们都会去听 所以卢尼也是在背后帮助普尔 与球队重新团结在一起的那个人 而关于格林未来的讨论仍在继续 名嘴杰维莱姆斯和斯蒂芬史密斯 都不看好格林能续约勇士 认为他再打一年就会离开 并相信胡人有可能牵下他 名嘴杰维莱姆斯说道 我真的相信这是德雷蒙德为 金州勇士效力的最后一年了 在季后才阶段 有时候他就是进攻端的累赘 我知道他在防守端能带来些什么 但考虑到你不得不给队内 另一个关键的年轻球员薪水 这是NBA的未来市场 你必须为两年后的事做好计划 名嘴斯蒂芬史密斯认为 格林的下一站是洛杉矶胡人 他坚信格林队离开勇士持开放态度 选择跳出合同 签下一份两年的新合同 去胡人队 加入勒布朗的球队 他不会反对这么做 史密斯说道 相信我 相信我 史密斯的看法得到不少人的支持 因为格林和詹姆斯的私交很深 修才奇经常一起参加活动 两人的经纪人也同为李奇保罗 � worms shuffle